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县级式的城建啊 太繁华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球 我现在在去往建树昆山的高铁上 高铁马上就要进入昆山境内了 这个视频带大家透过高铁的窗户看一下昆山的郊区到细续的城建是怎样的 大家跟着我镜头去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我所在的位置 看到没有 现在高铁已经开入昆山的广杀范围内了 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窗外的情况是怎样的 哇 看到前方没有 很多高楼大厦呀 真是往往没想到一个县级式的郊区居然有这么多高楼 是的 你没听错 昆山市只是一个县级式 我们在网络上或者听一些新闻报道 都说先苏神的13太保个个都是很能打的 但是这13太保只是先苏神的13个地级式 但是在网上有些网友说 昆山市的实力 丝毫不比苏神山太保差 因为昆山已经连世17年 残联现级式GDP冠军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昆山的实力是多么的前汉了 而且昆山的经济甚至超过了全国很多地级市 甚至是一些省会城市 因为据了解 昆山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的GDP 达到了5006.7亿元 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 不愧是中国第一县级市啊 太牛了 这5000亿元的GDP 放到全国一些地级市 很多地级市都没有达到 这个GDP放到广东的话能成为非租第一 甚至还超过一些省会的城市 例如海口 贵阳等等一些城市 我们一路的看过来 真是很难相信 这是一个县级市的郊区 一个郊区都这么多高楼大厦了 就可想而知 在昆山的市中心是多么的繁荣发达了 那昆山是为什么这么牛呢 我觉得除了昆山寄生努力发展之外 还要得意它的地理位置真是很优越 因为在它的东面就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上海 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于香港跟深圳 因此昆山搭上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快车 因而就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才跟各种的产业 因为据了解 上海很多产业都转移到昆山这边来了 从而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因此昆山凭借着深圳班的位置 东广班的工厂规模快速崛起 现在高铁马上就要进入昆山南站了 可以看到 在昆山南站周边 都有很多高楼大厦 看到这一幕幕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这居然是一个县级系高铁站周边的建设情况 太繁华了 好了 大家看完期后有什么闲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